好 现在疫苗有了 克流感也有安全的库存量 因为呢 心流感的疫情可是不容小觑的 根据目前呢 国内外的临床病例显示 有15%的心流感病患 根本没有发烧症状 顶多只是拉肚子或者是喉咙痛 另外还有30%的患者 根本没有任何症状 用棉花棒快速筛减 一个小时后就知道是不是得到心流感 小学二年级的小朋友 因为在学校量体温超过38度 按照规定不能到学校上课 妈妈赶紧带来看医生 那小课的病人跟大眼是不太一样的 心流感的病人 他的临床表现跟一般的发烧也是很接近 所以从临床上很难去区别 到底是不是心流感 医师说因为心流感和一般泪流感症状很类似 都有发烧 全身酸痛以及呼吸急促等症状 临床上很难区别 而且有国内外最新临床研究发现 有15%的心流感患者是不会发烧的 顶多只有喉咙痛 腹泻等不舒服症状 另外还有30%的患者几乎没有任何感觉 目前要增加我们筛减的敏感度 最重要就是要把咳嗽纳进来 任何一个人有发烧或者咳嗽呢 都有可能是心型流感 那在这个阶段最好就不要去上学 比如说如果有一个小孩有明显的咳嗽呢 就应该请他回去看医生 感染科医师说 心流感患者如果症状不明显 表示病毒量低 但仍具有低传染力 一旦发烧代表病毒量增加 传染力也增强 所以发烧筛减还是必要的措施 至少可以提醒发烧者戴上口罩 避免传染给别人 记者赖水明徐启峰台北报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